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丙隐己害丁卯辛丑 这是一个违命 他是在说 这个运朗过得很累很累 这样子还能过得下去吗 都快崩溃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八字的一个状态 他的本命来讲 天罡为丙火生己土 克辛金 他的地支隐害 卯木克仇土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八字本命来讲 破财 然后八字无关 以财来代替官 结果还是个破财相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的一个本命 本身就没有说多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大运 大运进来 以木生丙火生己土 一样克辛金 地支 卯木克仇土 多了一个味道 也就是说食杀稍微强一点 可是他的财运 他的官运 依旧的还是很糟糕 所以进入这个运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提升 所以在这一种运势下 自然他就会过得比较辛苦 然而在这一种财运不行官运也不行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就是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上班就好 不要想太多 这样子在不好的运程里面也一样不会出很大的问题 只是说很多人都有那一种不安的心 总是想要发光发热 想要赚大钱 当你有这种心态 结果你的运势又没办法配合的时候 你就会像这个人一样 会觉得很辛苦很累 但实际上 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 所以不要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 那当然就是会有不对的结果出现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有空爆市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